金马争议2,范冰冰,中国,一点都不能少,喜淘税风波胡歌忠讯表态。 金马奖昨晚爆出台独争议,我们的青春,在台湾夺最佳纪录片,导演赋予历经6年拍摄318太阳花学运,得奖感言激动说,希望我们的国家可以被当成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来看待,这是我身为一个台湾人最大的愿望。 此番台独发言引发中国艺人反击,上界影地图们出场颁奖说,特别荣幸再次来到中国台湾。 金马奖颁奖,我赶到了两岸一家亲,对此因为逃税事件沉寂的范冰冰,马上在微博转发共青团,昔日中国,一点都不能少微博,想借慈禧白趁机复出。 除了范冰冰,杨幂,台湾媳妇刘之师,黄渤,李晨,吴景妍等中国艺人都转发,中国一点都不能少微博表态。 而新出炉的金马影帝徐征,仍在台湾出席金马颁奖里的周迅,胡歌,邓超,彭玉畅等人,也转发了中国,一点都不能少微博,金马奖台独争议越演越烈。 胡歌原来表示此行要在台湾停留五天四夜,预计二十日离台,火速缩短行程今早飞走,周迅今天原定要与霍建华一起出席,如一传台湾上党记者会,开始前传出他缺席。 范冰冰之前曾以我不是潘金莲入围金马影后最后落败,她经纪人也曾搞出也走金马奖吹风机风波,网友也挖出他接受访问十匾低金马奖,这一件我觉得可能是五一类剧吧,我觉得有一些失望,反正他是叫台湾金马奖,不是叫北京金马奖, 还有很多我觉得比金马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。